來 雪碧茶 讚… 其實我個人 因為外景拍了很多年 然後很少這樣長期間 也是可以來那麼多天 好好的認識這個宜蘭的 樂齡三鄉 你覺得怎麼樣 我們這樣去走是不是很好 還沒冷 對 慢慢走、慢慢玩 我這個樓下的人這樣就最好了 我們去那個布島 走路有沒有 去那個山林裡面 分多金 太棒了 還有做健康操 對 感覺也不錯 這個我也超喜歡 因為這個民宿 你一走進來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你會感受到很平靜的感覺 你可以聽到那種水聲 而且每一個房間 每一個角落 都是屋主它的故事 這個房子你有感受嗎 感受啊 你看外面那個空氣 我一吸 哇 小時候的味道 小時候的味道 就是那種稻田的味道 種蠶 以前我爸爸媽媽 外公外婆 是 都種那種蠶 對 好懷念哦 真的哦 好啦,我 賺很多錢的 把這個買起來好不好 是嗎 你看 很難啦 很難 好啦,你從宜蘭 嫁到桃園去 有常回來嗎 有哦 回去都坐火車 然後坐火車 就會想到一首 小時候那個童謠 那個算民謠吧 中間洞 你要唱嗎 中間洞 我歌手耶 你歌手、歌手 歌手 我會好,來 火車 騎到一堂 阿嬤 一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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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棒哦 不知道你這麼棒 精彩... 所以說我們這次Long Stay 算是很成功了 很成功 好,來,讓一下... 幸福啦 謝謝你啦 這次帶著岳母一起慢活旅遊的經驗 真的是太美好了 真的非常鼓勵觀眾朋友們 調整旅遊的方式 進階到2.0 嘗試挑幾個鄉鎮 花上幾天的時間 慢慢的品味當地 然後再手作DIY 做中學、學中作 還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做做健康操 享受和在地人的互動 吸收到更多的知識 終身學期不婚年紀的啦 走 岳母大人讓我們繼續 帶你到其他地方 Long Stay Long Play GoGoGo Long Play